多冬一身美丽的羽毛在路边左右张望 走起路来头前后摆动 让经过的人都会多看一眼 不过这里不是动物园 而是一间学校 宜兰多冬高山校园 最近每天一大早就有孔雀到校 迎接学生们上学 原来附近的圣婴幼儿园 饲养了几只孔雀 时常会到周围散步逛大街 简直就是在寻甜水 发出嘹亮的叫声 孔雀目前处于发情期间 不时会张开鲜艳羽毛 还会走到镜子前面 看看自己的美貌 有网友在路上 乔宇他们还以为是谁家的孔雀 走失了急忙剖文 请主人快快来认领 不过其他民众则是已经习以为常 都说这就是圣婴孔雀的日常啦 原来大家都知道他们会自己回家